立冬报道太阳高高挂 气象属预估 西半部高温有机会来到32度 丝毫感受不到寒意 老一辈常说冬天冷不冷 关键在立冬 现在看来古人智慧 似乎已经不适用在软化世代 假如说没有气候变迁 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遵照古人的这个样子节气的划分 特别是在中文路地方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在我们台湾地方 可能就有点点要稍微斟酌一下 今年到目前为止 从10月入秋到现在 它的低温都还没有低于20度以下 那如果说到明天11月9号 还是没有低于20度以下的话 那就至少是1996年以来的 这个最晚的一个记录 受到全球暖化影响 声音现象双重影响下 北半球面临暖冬 日本气象厅公布 10月到冬天的平均温度变高 预估今年冬天的降雪 也会比往年来的少 因为暖冬的这个影响 那就有可能就是 冷的幅度会比较弱 没有像前几年这种 非常低温的这种情况 那冷的时间也会比较短 热乎乎的立冬过后 到了10号下半天 将会有一波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东部降雨几率变高 提醒民众要多留意天气变化 大爱新闻陈品杰 邓映中台北报道 近年来大家